希望把這個範例改成 所以也許再新增一個module 這個module最後完成是這樣 不過我們可以再把它重新 假設沒有的話 當然我們第一個一樣 F等於open 所以假設我們先 一般如果有25個檔 那沒關係先做一個 如果一個做得出來之後的話 後面的話 你就再把後面的變成一個回圈 那就可以把它整個都開起來了 所以open後面的話當然 我們可以給一個路徑 這個路徑的部分的話 一樣就可以直接從這邊 找到那個全者郵局地址有沒有 你把它複製 一般我是建議你用複製貼 比較不會出錯 下面的根目錄的話 再加一個反斜線 然後先開哪一個 也許我們先開一個三重吧 記得一定要包含它的副檔名 檔名跟副檔名一定要有 然後前面加一個小 這樣就是讀取 後面的話記得就逗點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r 這樣就ok了 那我就讀進了 最後就把它print了 如果兩行print了什麼 printf.read 把這個三重全部幫我把它read 讀到這邊來 把它print了出來 馬上就出現了 只是說它中間的 我們現在是還沒不用考慮到 怎麼去切割它了 將來當然我是希望說 最好是不是可以把這個檔案 合併完之後 變成一個excel可以直接開啟的一個檔案 那是最好的 現在我們還不用考慮到這麼複雜 之後可以做 對不對 它就合併完 excel開啟 就可以做後續 看你要在excel 因為你有時候習慣在excel上做一些事情的話 你可以利用python幫你做合併 所以比較簡單 ok 那第二步的話呢 當然我需要什麼 把它寫出去 不過寫的話 不過在寫之前 我們先考慮一點 就是三重.tst 是不是我可以把它變出一個清單 然後不斷不斷開 不斷不斷寫 所以要怎麼樣產生這個清單最簡單 教各位幾個方法 待會的話會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以前比較常做 如果你們年紀夠大的話 應該有用過一個叫doss的東西 有沒有 把這個all.t 這個把它刪掉 其實在doss底下 怎麼產生清單 其實像我以前 第一個我想到就是很簡單的方法 如果我需要把這個裡面所有的檔名跟副檔名 幫我輸出成一個檔案的話 其實doss你就在上方按一下 一樣 在這個位置列上面打一個cmd就可以了 cmd就呼叫什麼 呼叫那個doss的command的模式 enter 它就跳出這個東西 黑白的 大概已經超過30年的東西了 但是現在還其實還蠻好用的 因為裡面的話有很多的指令 都可以做很多的那個就是一些檔案的存取跟控制 都沒有問題 只是說現在越來越少人用 但我還蠻喜歡用的 如果我希望的 所以你cmd的話你會發現 它會先幫我怎麼樣 幫我把這個檔這個路徑全部都放在這邊 也就包含它的整個子目錄 它的磁碟系列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幫我把這個裡面的檔名跟副檔名輸出的話 其實最簡單就dir enter一下 它會輸出 dir enter就是這個目錄裡面的 相關訊息幫我輸出 不過你會發現它有詳細資料 那可是我不需要詳細資料的話 你可以再打一個dir 斜線問號 問號的話意思說 後面的參數是怎麼告訴我一下吧 它會跟你講說 裡面有這麼多 其中的話呢 如果你要單純的格式的話 那你就是斜線b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我只要什麼 我只需要 把那個什麼呢 把那個斜線b 打出啊 dir有沒有 你會幫你斜線b enter一下 有沒有發現 它就是幫我把這個清單給列出來 那我要怎麼取得它呢 那有一些比較笨的方法 你這樣選取 把它複製啊 貼過去馬上就有了 但你想說 老師有沒有更方便一點的 其實教科技招 你可以打個什麼dir 斜線b對不對 然後如果你要輸出成一個檔案的話 你就空格 加一個大於符號 大於就有點像這邊叫匯出 空一格 然後檔名叫什麼 叫 叫什麼 dir好了 點tst 它就會幫我把上面的看到東西 匯出成一個文字檔名 檔名就是dir 副檔名叫tst enter 它沒有反應嘛 那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會出去了 要把它關掉 你可以看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 dir就出現了 有沒有 這邊就有了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一些 這個方法 你讀檔的時候 用realize 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檔名一個一個 其實realize就可以把它讀到一個list裡面 只是說它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這個 自己本身 那你跳過就好了嘛 所以從1開始到最後一個 然後檔名就出現了 這也是一招 只是說 可能要辦自動的 因為你還是需要去下一個指令 哪個指令 特別我在注意說 就是你 cmd 有沒有 enter 然後打什麼 dir 這邊打一個dir 斜線b 空一格 輸出就是用大於符號 空一格dir 這名稱自己取 點tst 這樣就ok了 其實我還蠻喜歡用這個方法 因為 其實這個方法還蠻簡便的 比如說我想要把某一個目錄裡面的所有檔案做整理的話 那以前可能要取得所有目錄名稱 很麻煩 那這一招的話 完全 不需要開任何程式 打個cmd 結果就ok了 其實enter一下 這樣就ok 另外的話 我是建議 如果你dose熟的話 還蠻多好處的 因為裡面還有很多可以變的花樣 你如果想要知道 到底dose裡面有哪些指令的話 很簡單你打個help help 有沒有 help 他就告訴你了 其實裡面可以做很多 甚至可以做什麼 像移除目錄 取代目錄 有沒有 複製目錄 甚至有這些 這些其實都可以寫一個p字檔 還可以做很多很多的相關的事情 一堆 這些 只是說現在都沒有人會用 知道就可以了 因為這其實還蠻好用 而且python也可以呼叫這些指令 去做一些windows裡面可以做的事情 沒有問題 只是說一般比較少人這樣用 但是我有時候想說反正可以達到我要的目的 不管用什麼方法 反正可以做出我要的東西就OK了 第一個我們可以用dir的方 就是dir這個指令可以輸出這個 所以如果我今天有這個dir的目錄的話 那我要怎麼可以達到這個 所以第一個 我有dir.tst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去重複去開呢 其實這時候我就可以怎麼 先把假設我這邊的話可以改成dir 因為我已經有個dir.tst 然後我就用什麼 用read不是用realize 不是用read是realize 因為它是一個一個放在不同行 然後弄一個什麼 list1給它好了 那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 然後我再把list1 放到這邊來 然後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看一下結果 有沒有發現 它裡面基本上避開第一個 後面這邊就有三重點 tst 那會有一個換行 當然你可以用strip 就把它strip掉了 不就會有個清單了嗎 有沒有 那如果說我要不斷去讀取它 合併它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的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第一個方法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個指令的話 就是dir 所以特別就是1 在這上方打個cmd enter一下 就好 就跳出來 如果你完全沒用過的話 也可以順便熟悉一下